看了一圈 这边颜值最高 如果要来就来这家店 颜值真的高 颜值真的高 看了一下 大致这边 鸡膀就是差不多两种食物 一种是烧烤 一种是放在水里煮的 像火锅类似于火锅 菜色差不多都是这样子 类似于这边 他们这边也有那个毛鸡蛋 我就不试了 不敢吃 然后这边地方都是油炸的 点了一个当地的炒面 点了一个炒饭 然后我们坐下来的时候 看一看 很多水友说 爬台开始做美式过足了 其实不是吧 因为你要想 古人都说 保暖才能干嘛干嘛的 所以我们也会介绍一点当地的一些食物给大家 像我们来这边 金边这边 其实我们也不是太熟 就是靠我们自己去发掘啊 自己去尝试啊 然后什么好吃会告诉大家 什么不好吃大家比雷 我们同时在一个频道可以看到吃喝玩乐 全都齐全了 那鹅乐而不为难 是吧 不用去转频道去看 找其他美食 因为来这边玩本身就是要吃饭的嘛 所以就我们一起带路我们的频道 一次性就可以解决了 好吧 然后像这边他们的找了个夜市 就是一圈围的食物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点好食物之后 他们这边是坐在有这个地心上 坐在这个地上 还有那种当地风格 给大家过来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啊 吃完之后 他周围是有夜市 有卖一些 饰品啊 衣服啊之类的 好吧 然后我们这边先看一下大家 这边是吃什么东西 之后再回大家去夜市周围一下 好吧 今天宜芳点了四个菜 一个炒面 之前吃过的 因为好吃 所以我又再点了一种 还想再试一种 然后这边是一个当地的炒饭 牛肉炒饭 因为我也没试过这边的炒饭 要试一下 这边是一些油炸的丸子啊 猪杂啊之类的 他们发一个盘子 先试下这个 最想吃的猪大炒饭 它应该是先卤过的 卤过之后再放在油里回温 炸一下 蒸一下酱 猪肠还是不错的 我的猪大肠 猪耳朵 还是蛮好吃的 我觉得 然后丸子之类的就有点 就中规中矩嘛 就是油炸丸子 没什么特别的 炒饭就是炒饭 没什么特别的 炒饭就是炒饭 没什么特别的 这边逛完了 他们这边市场是在这个 他们这边叫什么河 应该是湄公河啊 不知道什么河的 吃的东西也就是这样 一般般 没有什么特别 特别好吃的那种东西啊 然后夜市卖的东西都大同小异 没什么可以买的 见得到的一些东西 好吧 如果是真的是想见识一下这种人土风情的话 可以过来玩一下 但如果是特地过来 我觉得没那个必要 所以就大致是这样的这个情况 好吧 我们现在去酒吧 然后夜生活继续 好吧 Let's go Yo what's up 我是巴胎 好吧 我们现在来到柬埔寨已经四五天了啊 然后我们第一天其实就来这边酒吧街已经看过了 当时想做一下这边的酒吧街的这一期节目 当时沟通下来那边是不让拍摄 所以我们就走了 之后两天我们基本上都去了是这边的夜店 然后这边的夜店也完全差不多 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 头一次去的一个夜店是一个 应该是柬埔寨他们当地的一个夜店 两次夜店看下来啊 经常就是很少有那种单独的女性去玩 基本上第一天的一个柬埔寨酒吧 他们都是一些柬埔寨人啊 或者是缅甸人啊 越南人啊 自己去煮的菊带着女孩子或者去酒吧玩 所以想去那边去找女孩子一起玩 不是特别现实 我觉得啊 我们当时也就是奔奔低 然后喝喝酒 然后就这样结束了 来这边还是想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夜店的文化 我们看一下来就是这酒吧就这个玩法 他们在柬埔寨这边还是蛮有特色的 就不同于我在泰国见的 还有在其他地方见的 他们这边基本上是门口 女孩子都住在门口 然后里面是怎么说呢 类似于阿狗狗 但又不是阿狗狗 类似一个小的酒吧 也是奔低放了一些那种低阶的 有打叠的啊 有一些放歌啊之类的 在里面会的里面玩的 所以作为一个夜店博主 那肯定要有这一种探索精神 有这种不怕死的精神 为大家去探索一下这边的一个玩法 所以今天我们决定我们又回来了 我们必须要看一下 就当地的一个柬埔寨的酒吧是怎么玩的 我们又回来了 好吧 我们今天这样子决定 直接进去给女孩子玩 然后视频的话我们就直接拍 我们也不问了 然后能不能拍 那就看我们接下去是一个什么情况 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啊 遇到一些危险 但作为一个夜店博主那也豁出去了 那为了粉丝们能看到更具体 更深入的一个玩法 那必须我来试一下 我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来试一下 然后看到我的视频之后 大家可以知道来这边啊 是一个什么玩法 然后据我现在了解下来啊 这边酒吧街 它知道女孩子全都坐在门口 然后你可以先看一圈 看一圈门口哪哪一个酒吧的女孩子 是你喜欢的类型 或者是人会比较多啊 人数比较女孩子选择余地会比较大 后续的话我们进去看看 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们具体在说 OK Let's go 我们已经坐下来了啊 开了一圈这边颜值最高 如果要来就来这家店 颜值真的高 就来两个女孩子好吗 我们喝汤了 懂吗 我直接拍汤 别管了 直接拍汤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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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